今天回到中间新闻 下午最新现场 马上带你来看到 屏东东港的沿浦渔港呢 一艘石盾的渔船 准备要进港的时候 因为风浪过大 整艘船被海浪直接打翻了 床上四个人呢 是通通落海 详细状况马上连续给记者 包金仪告诉大家 金仪 好那么这几十位 是发生在今天下午三点半 那么在东港的沿浦渔港 那么有一艘石盾的渔船 他们是在捕樱花下 要回港的时候呢 突然遇到一项大浪 就大浪把整个船身打得倾斜 那么整个船失去动力 那么船上四名船员呢 赶紧朝到甲板上面 对外求救 那么来看现场情况 好那么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这个船身呢摇摇晃晃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那么海巡队员在接获 报案之后呢 就立刻前往求救 那么当时呢 船员还在这个翻覆的 这个船身上面 等着救援 那么看起来真的是 是非常的惊险 那么当时船上是有四名船员 包括一名一年级的渔工 那么他们当时在船身 船身整个轻翻覆的时候呢 他们是赶紧跑到这个甲板上面 那么一直拉着这个船身 所以才没有落海 那么海巡队员救援之后呢 这四个人都非常的平安 那么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镜头交换棚内 好风浪过大 渔船翻覆 四个人落海 不过索性呢都救起来 这是来自屏东东港的最新消息 所以